阿飞的早餐 我是男嘉隆 我们一会版09年629号 星期一 礼拜一的时间 早餐读书会的单元 我们会挑本 挑本书 挑本好书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挑的书不见得是你会在 我说实在 大部分我挑的书 都不是你会在什么什么的 什么热门畅销书排行榜上面 挑挑的书 但倒过来讲 非得早餐挑的书 它就有机会成为热门畅销书的排行榜 它就会挤上去 这个是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 表示非得早餐的听众朋友的品味 也很特别 好 那今天我们挑的这本书 早餐读书会挑的这本书 在这本书 我们没有看到以前 我说在我对于 我对于它的历史 不是太了解 我一直以为就像我看到电影一样 我真的有电影 我就觉得骗人的 就说怎么可能有一次的部队 或者说有一群飞行员是这样 我就觉得那是电影 那只不过是个 是个就是好莱坞拍的 真兵馆广告而已 我过去他认识 我一直认为他就是好莱坞拍的真兵馆广告 因为没有错 就是说当内部电影出来了之后 那美国的很多的真兵战 那志愿呢 去当海军航空兵的 那个比例就增加很多 那到美国这个国家的 就是说呢 它的军事体系里面来讲 跟我们一般理解不一样 在我们一般理解的海军就是海军 空军就是空军 空军呢 就是开飞机 开飞机呢 就不会是海军 可是美国不是 因为美国呢 美国它的 它除了它的空军之外 它更强大的空军力量呢 其实表现在它的海军 它的海军的航空兵呢 其实它更大的力量 因为它有航空母舰 它的航母呢 必须是有一支呢 在所有航母上 当然你有没有想过 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 在航空母舰上面的 这些的飞行员 这些的战机 它到底在军种当中 怎么配属的 它是配属在海军 好那这些是美国的 特别的地方 当然显示呢 它的这种的全球的武力呢 之巨大 它的这些的兵制建制呢 也不太一样 好但是 看了这本书之后 原来真的有这支部队 原来 原来它不是电影啊 它不是只是 你看到了Tom Cruise 然后你看到它 它飞的 因为它飞的是F14 熊猫式的战斗机 那熊猫式应该叫Tom Cat Tom Cat Tom Cat的呢 这个熊猫式的战斗机 因为这个战斗机 很特别很漂亮 所以当初这部电影 出来的时候呢 帮熊猫式战斗机 也做了很大的宣传 老实讲 一般的国家也很难去买熊猫式战斗机 因为它几乎是专门为了美国的航空母舰 那个是在航空母舰所设计的 你看那个熊猫 它的翅膀是可变异的 它的翅膀是可以伸伸缩的 降落之后翅膀可以收起来 所以在一个载台上面可以多停几架飞机 然后可以翅膀收缩 第二个呢 它是双锤 锤子翼的 双引擎的 内架的飞机是特别为了航母而设计的 所以它很少呢 在其他的场合当中看得到 好那Tom Cruise飞内架飞机 OK那架飞机本来就很漂亮 然后Tom Cruise也很帅 在他巅峰的时候呢 拍了Top Gun 我相信大部分都跟我一样都觉得说 那个是电影 那个是真兵娃广告 那个里面的那些 他跟他的教官啊 然后他参战的时候 他的同僚失事啦 那情感上面的受伤挫败啦 不敢飞啦 然后他在他的那种的很 很桀骜不驯 然后在降落的时候呢 去骚扰 骚扰管制台啦 等等的那些 你就觉得那是电影的情节 但是后来发现 OK真的有这支部队 好吧来我们回到 回到这本书 这本书呢就叫Top Gun 捍卫战士 因为在台湾翻着捍卫战士 我就翻得还不错啦 Top Gun 听说大陆翻译呢 就不知道 大陆翻译好像叫做什么 好大一支枪 真的吗 真的这样翻吗 好像不是 应该不会翻得这么怂吧 他们应该是用香港那个名称啊 香港叫装置凌云 对 装置凌云 我觉得 捍卫战士比较好 对不对 你会觉得Top Gun翻译 台湾其实在 在 在取电影片名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的电影片名是 比较有味道 比较有商业味道的 好 翻译做这个捍卫战士 好 那这Top Gun的捍卫战士呢 陈军的历史与秘密 这本书出书的时候 好像是刚好是这支部队 陈军50周年的时候 对 就去年 2019年的时候 OK 不错 好 那这本书的 这本书的作者 我要介绍 这个作者呢 叫做 他什么 丹亚基 丹亚基 OK OK 那这Petersen 对 Petersen的上校 他其实是这支部队的创始教官 对 也是创始指挥官 创始指挥官 也是创始教官 对 所以由他来写 这个Top Gun 这支神秘部队的历史来讲呢 应该是最有代表性的 没错 好 出这本书的呢 叫做 叫做 《辽元出版社》 星星之火 可以辽元 到处要放火的意思 那辽元出版社的主编 当然 他们出了很多 跟军 军史有关的书 对 那也感谢了 因为这个原因呢 所以我可以 他们去挑书 然后呢 可以让我呢 看到 或者帮我整理了很多的资料 这个是很棒 谢谢 来 《辽元出版社》的这个主编 查理在我们的现场 大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这本书出来几个礼拜的时间 卖得怎么样 还不错 因为我们 真的吗 我一直听你讲话 我都很怀疑 你不要因为自己当主编 你就敷衍我 当然不是 问你任何一本书 你都告诉我说 还不错 真的吗 真的 当然我们没有像那种 社科书 或者是那种 很热门的那种 主题书 卖得这么好 我所谓的好 是在我们这种 小众类的书来看的话 还不错 就是还过得去 当然假如能更好 就更好 你们的版权 应该也不会这么贵 对不对 其实一样的 一样吗 一样的 当然我们没有像那种大书 那种美国政治人物 比如说欧巴马那一种 那一种我们 那种版权就最高 我一年的预算 也买不到版权 对 那个版权就很高了 比如现在大家都在等 在博尔顿 对 John Bolton的这本书 那个书 我相信每一页 大概都很精彩 都总的好好看一下 没有五位数 六位数 美金都买不下来 把我想 好 那你是在怎么样情况之下 发现了竟然有 Top Gun的50周年的这本书 其实这本书 我在去年 因为我们每一年 其实应该说 我们每一天都在找新书 这本书 我一开始 我就有留意到 那我还怕 那时候我还很怕说 我原本因为有时候 我们因为预算的状况 我就会把它压到比较后面 我才去提这个版权 希望把我们的财务 就做得比较健康一点 不要说全部钱 都砸在那个版权上面 所以我一直就把它压在那边 后来一天晚上 突然是晚上 那个Paramo 就是电影公司 把这个Top Gun 2的 这个预告一丢出来以后 当天晚上 整个网络就疯狂了 就不得了了 大家等了三十几年了 第二集出来了 没有错 没有错 大家都以为说 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应该很有拍 拍第二集的效果 对 因为讲了很多年 那你想Tom Cruise 如果他还要演的话 那现在他应该演教官吧 对 他现在演教官 因为那时候 因为2011年 12年的时候 当那个导演 Tony Scott 之前就有说要闯拍了 后来因为他亲生了以后 大家说没希望了 但是Tom Cruise 后来在美国一次的那种 陈坚的那种新闻转播 你知道他们外面就剥离 一对观众在外面 他就在现场说我们要重拍了 现场就已经疯狂了 所以当天晚上我看到YouTube Tuber 就是我们就去年 大概预告一出来的时候 我跟我自己说不行 我隔天早上上班 马上就要提off 要不然我怕有人知道 因为今年电影原定是在今年5月上映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拖到12月 但是因为我一切的工作都已经安排好 在这一段时间 所以书还是出 对对还是照出 那时候我还好玩 通路还问我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看电影之前应该先看这本书 没错 你才能够了解 要不然你会以为 就跟我一样 看第一集你都以为那是电影 但是其实它是有一个真实的 真实的部队 真实的故事当背景 对 其实它真是名称叫 美国海军战斗器武器学校 Top Gun是它的一个外号 它一个昵称 其实我在选这本书的书名的时候 或者说给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我也很伤脑筋 我应该叫什么 当然捍卫战士是因为电影的关系 但是你Top Gun 这个跟捍卫战士 没有办法 就是一般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连接起来 我也真的去查 去查看看 这个英文字典 确实真的是有Top Gun这一个词 它的意思是说 人上人 也就是电影里面说的 best of the best 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厉害 但是就是这一批人更加厉害 顶尖中的顶尖 对顶尖中的顶尖 但是我想说 想我们真的是把这个词 我相信当初这个电影的公司 他们这个想骗名的人 他应该也同样困扰 所以后来才升了一个捍卫战士出来 但是我想说 我在这边我就不见得一定要用捍卫战士 我就直接把英文直接导进来 所以我书名就叫直接就叫Top Gun 那其实他们当初之所以会成立这个 主要是因为美国在二战的时候 他们几乎是后期就把德国海军 把日本这个航空的部队全部都打趴了 那等到韩战的时候 美国还是处于 算为还算有点处于上风 尤其我们知道韩战 这个军导机出来以后 中华民国也在这一段期间 后来就他们就赠于我们F86 对了就886104 那但是美国在这一段期间 他们后来发明了这个飞弹以后 响战蛇飞弹一发明以后 1958年的823炮战 第一个使用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空军 那美国因为那时候 他们就把飞弹拿到这边来 他们看到那个成果是不错的 应该说是压倒性的 我们把对岸的这个飞机 不管是他们海军还是空军的 是压着打 所以后来他们慢慢 美军在这个叫翻上面就做改正 也不是说改正 就跟他们做了他们不同的一些想法 经由这个飞弹在远距离之外 就可以把对方给打下来 尽量避免跟对方会做这个惨斗 近距离的惨斗 因为近距离惨斗 他认为是有风险的 第一个 第二个 后来因为美国导入了这个 商业性的这个管理 我的飞机进来以后 他比如说厂商 我当时下标 他有保证说 他的飞行时数是多少 保证寿命了 所以他在这一段期间 他们说你要做这个惨斗的时候 往往会有很多这种大激励的 这种飞行的动作 而导致说这个飞机的这个硬力 或者他的机身 可能就会 寿命就会减少 GG就是大气压力 1G就是一个大气压力 没错 所以上面就说 你们不准给我 平常不准给我做这种 大激励的这种惨斗 太危险的飞行动作 会消耗战机的这些金属的寿命 对 所以他们后来就慢慢减少了 甚至到最后在F4的时候 就是在越战前期的时候 在F4上面连机炮都不装了 反正我都不打惨斗了 我干嘛还装这机炮上去 一来增加重量 二来就是说我还要保养什么的 也是浪费钱 说心就不装了 我装飞弹就好了 但是等到他们在越战 真正跟北约 他们想说北约是什么小东西 都有美国空军 美国海军的航空队 对不对 比你了不起多了 但是他们在面对北约的时候 就吃憋了 吃憋了 第一个是飞弹不可靠 飞弹 因为当时的飞弹打出去以后 他要后座的这个 我们所谓的雷达拦截员 他们去负责去导引 但是有时候是因为 飞弹打出去的时候 他需要时间 他才能activate 但是在还没有activate之前 或者说某些状况 很多状况会发生 飞弹打不准 飞掉了 还有就是说 他比如说我身上只带了四到六枚 我打完了以后 我没了 就挨打了 对方有机炮 对方就回过头来咬我 他只能逃 或者他只能脱离 那你今天你这个空战 就没有达到你的目的 所以他们一直处于这样子 那因为这种准则 是最高层来定下来的 那这个Dampitson 他自己本身 他也去过越南 他看到这种状况以后 后来他们也看到一份报告 说怎么去提升 他们这个空战的能力 他也跟长官 他当时因为他已经去到 这个米拉玛的 就是后来 Top Gun拍摄那个地点 同样一个地方 米拉玛 他在那边就看到 那份报告以后 他的长官就说 你还不去成立一个部队 来做这种训练 他那时候还是一个少校而已 照理说他还不至于成为 一个主要单位的一个主管 但是他知道 长官会把这个东西丢给我 或者最高层要把这个东西 找一个少的小少位来做 少校来做 他知道长官不堪好 会认为说搞砸了 你们就归贱吧 以后就不要再讲这个事情了 所以他就想说 我一定要把它做好 他认为他要导入一些新的创意 他要把前人觉得不该做的 不想做的 我都把它带进来 甚至他去找教官 他找教官都是这种 跟他位阶差不多的 但是都是在部队里面认为是怪人 就把他们找进来 当然有的时候 就像我们在看一些军事的时候 往往在军事上面表现出天分的 或者说特殊的技能 他都有点怪 基本上面都不是正常的军队体系 所能够消化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 不管像巴顿 你都必须要给他一些特别的空间 如果你就是觉得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都必须要规规矩矩的 那个很多的军事天才 可能就被埋没了 就像在南北战争的Sherman 一样的Sherman 是一个更典型的代表 学生们完全他有三个月的时间 他把他的指挥的联系 全部都切断 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他就自己带着部队在外面打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 不过像是Top Gun这种的部队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 以现在的军事科技 这种Dogfight的这种的蟬斗 应该没有什么必要了 它变成是一种的 Top Gun就Top Gun 他就是比较像是 像是我们的雷虎小组的特级别表演 我们都觉得那种的蟬斗式的训练 大激励的训练 那种花式的 那个都是表演 你要不然就参加蓝天使 你要不然就参加英国的红剑 你去参加雷虎小组 你去表演就算了 战争当中是用不到的 他有点像是篮球场 如果你三分球很准 你还需要训练你个人的切入动作吗 切入就像蟬斗一样 一个丁一个 可是当我在三分球很准 我一打到球我就丢了 我管理那么多 打中跟飞弹的命中率差不多 飞弹的命中率 如果三分球我有四成的命中率 那我还管理那么多 我就尽量丢 那这种的 Top Gun的这种的概念 他的实用性高吗 就是他为什么又要重新的重新回头 但是这种的要对飞行员做这种 有高技术难度的训练 像在电影里面所看到的 他其实不容易啊 那他训练这些飞行员是为了什么 要哪一些的飞行员 他才有资格参与这个Top Gun的训练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是每一个中队会挑两个人来 就是前座飞行员 后座的雷达官 一个中队有多少人 一个中队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他们就是从一个中队派一组 两个人派他们来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先训练这两个 这两个训练后人 他回去 我把教犯都给他们带回去 他把这个东西回到部队里面 去带他部队里面 去跟他们的同僚 去跟他们分享这个东西 至少说他这样子分享 可能就一定会打折 但是他分享出去 至少他们知道 我们现在的空战理念 是不是那么适合的 至少我们有一个部队 在把这个东西给训练 比如说你们知道 苏联当时的飞机 它的弱点在哪里 或者说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经由这种方式 让他们知道说 他们建立信心 我面对苏联的飞机的时候 我不怕 我面对这个共产集团的飞机的时候 我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 所以我在跟他做缠斗 或者说我跟他做这个空战 或对峙 不一定要打 我知道我要占据什么位置 就好像当年 当美军俘获了这个临战以后 他们就知道临战的确定在哪里 我就不要再跟他硬碰硬了 我知道怎么跟他对待 日本的临时战斗 对 所以Top Gun 他有一个就是有这种 把这个他们知道的这种讯息 传播出去 但等到他们 因为他们是在1968年开始组织 那这次开课的时候 已经是到69年了 那当时他们的人真的不多 可能才几组人而已 因为他打电话到各中队去 各联队去招人的时候 没有人想成交 不是对方说你们是什么狗屁单位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 而且他说我都没听过 你们是谁 那后来当然第一期招来的人不多 但是确实有发生的效果 他们没多久以后 在1972年的这个越战很后期 当时就是美国总统 当时是已经是Johnson之后的 就是他们 Nix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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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那时候就就是说 我对你这个北约 这是当然当时谈判谈不下来以后 Nixon就有点生气 他就开放了 所以你们就炸 当时比如说 就是北约某些地方是不准炸 港口不准炸 军机不准炸的 这些全部你们都给我炸 那这个时候美国 这个Top Gun 他们所训练的成果就发挥出来了 因为他们要跟北约的空军要对打 书里面有提到一些章节 那个时候美国他们航空史上 称呼1972年5月 应该是10号这一天 是美国海军 这个航空史上最血性的一天 为什么 因为那一天他们几乎把北约的空军给痛载 他们就是很大比例的情况底下 把北约空军的米格基给击落下来 而且是大量的击落下来 美方这边的损失是很微小的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成效 他们说Top Gun有发挥成效了 那等到这个战力一出来以后 他们Top Gun当时的教官 甚至还到美国空军去 跟他们说我们怎么做到的 空军还开玩笑 说战斗是 开飞机是我们的专业 我还要你美国海军来告诉我吗 引起他们内部 就是基层的士官兵 基层的飞行员 他们极力推崇 但是上面就说不行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那一套还是行的 你美国海军这一套是旁门左道 现在行不见得日后还是行 所以美国空军当下是拒绝了 美国海军的提供给他们的协助 但是他们内部会做讨论 但是那也是以后的事情 另外他也提到一个理质 会接纳他们当时 就是1960年的时候 会接纳他们的这样子的 新的这种哲理的作战方式的 以色列空军 以色列空军我们也知道 他跟美国是合作很紧密的 所以他们有派人到美国去上课 中国空军也有 对 偶尔我们会看到 因为现在当军方这方面的讯息 比较没有像过这么封闭 你偶尔会看到台湾的 会发布台湾的空军 比如说F-16的种子交关 在美国的陆克基 OK跟他们的这些的 因为他们那边好像在半比比赛一样 反正所有去受训的 都在那地方跟他们较量一下 那当然那个消息的结论 一定是中华美国空军大获全胜 得到非常高的肯定 战绩很优良 你看到的结论一定是这样 重点他在告诉你就是说 其实一直都存在这种的 dogfighting式的这种训练 他并没有从这种的 就是说飞行员的训练当中消失 其实你今天看到的 你作为一个空军 你起飞了之后 除了像是这种的防空识别区的拦截以外 真的在战场上面 你要看到敌人飞机的机会 越来越越小 因为可能都在几十公里之外 你的飞弹就出去了 出去了之后你人就走了 你基本上是射后不离 或者别人在攻击你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现在的空战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但是dogfighting为什么还有必要 来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来介绍我们现场的是查理 查理是辽运文化辽运出版的主编 辽运是读书共和国的系统 他们出很多的军史方面的书 这些的书 在过去说在 如果没有像你们这样的出版社 这种的出版品在台湾是不太容易出现的 因为过去没有人去经营 除非是很重量 但是明明有很多 我觉得对军史整理的不错的书 幸好有像辽运这样的出版社 所以有一些的 有一些过去的军史战史呢 整理出来了之后 大大的丰富了 我在呢 在这方面的准备 那这本书呢 Top Gun 捍卫战士成军的历史与秘密 那作者是Dan Peterson 大概就他的 他的这个创始的教官 那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呢 继续跟查理聊 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 Danilo 不管你是不是军事迷啊 你对Top Gun啊 大概他都应该是 你基本认识的英文字之一 对 OK 那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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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就是说呢 这Good Morning Thank you Sorry之外 Top Gun应该 应该是你 即使英文再烂了 你可能都听过 都知道 因为他你听到知道 因为你是觉得 哇那Tom Cruise很帅 没有错啦 因为 因为这部电影 Tom Cruise呢 就爆红 对 当然之前他小有知名度 可是真正的让他呢 奠定今天的这种 刑难地位的 其实就是这部电影 对 就是里面那个 很帅气的 那个美 就是美军的F-14的 就是说呢 这个飞行员的 那个姿态 然后呢 那个画面当中的 很热血的那种的感觉 空军 当空军干嘛 当空军 其实 其实他死亡率 其实比其他军军要来的高 可是那我当空军是过瘾嘛 当空军就是帅嘛 那种飞飞行的感觉 是绝大部分人猛 大部分人是没有能力 这样飞的 好那Top Gun的这个故事 刚刚提到就是说 他成军其实在越战时期 对 那越战时期 如果年纪稍微大一点 像我一样 你会知道就是说 当美国在打越战的时候 台湾是间接参与的 所以台湾在当时 还有中美的防御协定 所以美国当时也把 他的很精锐的战斗机 除了提高台湾的空军的战备 不管是F-86的军刀 及F-104的这些战斗机 美国在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 其实也都配处在台湾 台湾空军在当时的军事力量 水平来讲 跟美国是同步的 甚至于F-4的 这个幽灵式的战斗机 战轰机 因为幽灵式战斗机 其实它是可以执行 某种的轰炸任务的 所以幽灵式F-4 在当时有一个中队在台湾 好那台湾也 这些的战斗机 以当时的时空背景来讲 其实都有一些的熟悉度 但Top Gun 必然大家对他印象太戏剧 大家会觉得 我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说 这种的Dogfighting 以今天的 以今天的这种的 这种的 这种的空战的 作战需求来讲 他会说有需要吗 因为Dogfighting训练的风险很高 对 他除了对战机的消耗之外 很多的飞行员 很多的失事 训练当中失事 其实都跟这种的 个人的战术训练是有关的 对 那为什么还要训练 还是要打 你始终还是要用得到的 当然我们觉得说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 飞弹可以打更远了 雷达政策更远了 而且现在飞弹它的技术更可靠了 理应说Dogfight应该不应该存在了吧 但是美国最新的这个F35跟F22上面 还是有装了机炮 是的 那更不用说F18了 有机炮就表示我随时准备 应面对近距离残斗 没错 还是有的 那作者他自己本身就 刚好他也回答到大哥这个问题了 美国前几年在叙利亚的时候 他们曾经海军有参与了一场空战 那那个飞行员刚好他就是TOPGAN训练出来的 他就有在这个空战里面 跟这个叙利亚空军有对战 而且真的是有用到Dogfight的这个技术上面 OK 所以他就是 叙利亚空军完全是二式的训练 对 二式的装备 没错 那就是因为他对敌人的了解嘛 加上他训练的扎实嘛 TOPGAN他应该是说 我不是你从学校结业了以后 我就把你送过去 不是 他要把那种已经在这个部队那里面 已经有经验的 OK 他有一定的飞行时速 他有成熟的这个观念 他对于判断敌情是已经有一定的经验的人 他送到部队 这个TOPGAN里面在做进一步的训练 他常说 他们常把TOPGAN当成是Graduation School Graduation School 就是这个研究所嘛 就是以前你在那种 在职进修了 对 或者说博士后的研究 对 就是你要更精进嘛 所以当他们这个叙利亚这个战报回来的时候 提出来的时候 他们非常高兴 就是说你们说我们没用了 当然不是 TOPGAN还有它存在的必要 尤其是美国因为很久没有再跟对方有打空战的这个机会了 应该是说从波万战争以后应该就很少了 但是在经由这个叙利亚这一次 因为美国当时欧巴马时期 他还是有派兵去执行这个任务嘛 虽然美国没有直接派兵去参与 但是因为叙利亚空军来 就越过了他们的安全线 他也必须要把他击落 但是这种击落不是说你一过线 我就你毫无防备的情况底下把你打下 他们还是会经过警告 他们还是会经过靠近来确认对方的这个身份是谁 还是会通过无心电请说你已经越过了 你赶紧给我回去这样子 那后来就是谈不拢嘛 在空中就接战 所以作者他会觉得说 ROC-5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 因为它是这个飞行员最后一道的这个护身符 因为比如说他在北约 我们在提到刚刚北约这个问题 因为北约他们已经知道 你美军只要看到我们这个战斗机 他只要耗到把你的飞弹打掉以后 我就没事了 但后来他们经过了那个1972年5月10号 最雪晶那一天以后 北约空军他们一看到这个美国空军 美国海军的这个F4 因为他们的涂装都是白色的 白灰色的 他一看到他们说甚至有飞行员 往回逃 知道逃不掉 他直接用弹射的方式把飞机也丢了 我保命啊 因为我知道我遇到你 我命会没有啊 但是他们看到这个空军的这个幽灵的时候 他就直接上去跟他咬了 就跟他打空战 为什么 因为幽灵空军的飞机是迷彩涂装的 丛林迷彩涂装 他就直接跟你对打 因为我跟你打还有机会 但是跟海军打我肯定没有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Dogfight 他还是有他存在的必要 即使到今天为止 尤其我们这么多国军这么多的机种 不管是F16还是是幻象可能他不一样 幻象是拦截机 幻象是比较重的 对对对对 那F14 F16跟这个IDF 他们还是有这个空战的这个 近战距离的这个作战的必要 所以Dogfight这个东西在全世界各地 他们现在还是非常着重在训练 好因为电影里我们看到的是 是Tomcat 对 是F14 F14现在应该在陆续都除役了 已经除光了 都已经除役了 对 可是在你可以想象在30年间 拍那部电影的时候 他是最当红的 没错 最当红的装备 对 好那用F14去做训练 去当做Dogfight的一个训练机 为什么 就是说F14在这方面有特别的优势 F14主要是当时他是美国海军航空母舰 简在舰载机部队上面的主力 那他肩负了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最外围的防空任务 因为他上面搭载的不管他的雷达 跟他的凤凰飞弹 他都可以打得很远 当然他这个主要是以轰炸机为主要的目标 就是把苏联空军还有海军的这个轰炸机 远远的就把他打掉 因为他们上面都会吊挂了这个巡弋飞弹 所以我一定不能让他靠近我的航空母舰 但是当他把这个最远程的这个飞弹打掉以后 他上面还是会有一些短程或中程的飞弹 就是响尾蛇跟麻雀飞弹 那我要把敌方的这个战斗机打下来 就是你这个F14的任务了 F14他飞的够远 所以他在很外围就把敌人给要拦截下来 就跟电影是一样的 不管电影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在雷达上面已经看到敌军 或者说有个不明飞机来到我的范围多少之内 我就把我飞机派出去 我们所谓的CAP 他派出去 他一看到识别了 他赶你走 但是因为对方马上就挑衅 就会去后面咬他 所以他必须一定要把他给驱赶 甚至是有可能还要跟他接战 所以这F14他要担负的任务 那F14他有双引擎 而且他引擎推力又够大 他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飞行速度就过快 因为敌人的飞机也是很快的速度来跟你接近 所以我们两边相对速度要一定要 我要最短时间之内赶到你那边去 所以F14是当时美国最适合作为 他这个拦截机的机种 后来他们就是F18 他们就想说我把一个成本没这么高 这个运作成本也没这么高的飞机 介绍给美国海军 他是普遍的战斗机飞行员说 你这个F18是什么飞机 对了大黄蜂感觉上面并不太适合 他清醒 对并不太适合 对他的range也没这么远 所以一开始他到海军去的时候 他们觉得我们才是真正的战斗机 你那个算什么东西 当然现在他们Top Gun已经全部都用F18了 F18 以作为他们现在的飞机 那前几天上礼拜还是这礼拜吧 第一批F35的美国海军F35的飞行员 已经从Top Gun里面毕业了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这个未来还是会是F35的天下 但是作者还是认为说F35太陷阱 而且也太贵了 他觉得你这一逆中的飞机没有用 当然这是他们作为一个 不好玩 old school的一个飞行员的一个看法 我可以体会就是说你给我太先进的东西 那我还玩什么 对不对 就是如果说如果说如果这种先进的飞机 都可以让我在看不到敌人的时候 就把敌人给消灭了 当飞行员的乐趣就没有 没有了 这跟我从地面发射一个飞弹有什么不一样 对不对 我挺多把就是把这种的 就是说这种地上的飞弹射的远一点 所以当今天的飞机太先进 又逆中又轻型 垂直起降 然后配备了武器 然后他本身的雷达的搜索的能力 都已经到超级强大 一架要两亿多 对 那飞行员还要干嘛 干嘛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当现在的机器太先进的时候 就像当你看到 看到机器人下围棋很厉害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那我还学围棋干嘛 我不管怎么下 我都不会是世界怪冠军 因为我知道世界冠军已经被预约了 一定是某一些的超级的电脑 以后电脑分一组 然后非电脑分一组 那有什么意思 进广告 回头之后呢 继续来聊这本书 这本书呢 Top Gun 捍卫战士的真实版 那捍卫战士成军 他确实有这支部队 刚刚呢 特别花了点时间说明 那其实这本书呢 就是Top Gun的这支的部队的历史 讲他成军的历史 一些很重要的过去 你可能在新闻当中来讲的 没有看到过的一些的战争的材料战争的资料 那捍卫战士成军的历史与秘密 那作者呢 Dan Peterson Dan Peterson呢 就是这支部队的成军的教官 好的 Dan Peterson的亲自的书写记录 聊员出版社出版了 在我们现场 聊员出版社的主编的查理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查理聊 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谭雅龙 好 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呢 Top Gun Top Gun呢 就像我一开始讲的 在这本书没有出来以前的时候 我一直认为Top Gun就是电影 Top Gun呢 就是个真冰广告 Top Gun呢 就是好莱坞喜欢玩弄的 那种的战争片当中的 那种的 那种的美国老大哥的 秀肌肉的那种的片子 OK 把我们最新式的武器呢 给你看 我们有多么的厉害 再加上一点点的 男女之间的三情的剧情 那反正基本上就是 好莱坞的元素 不过你看了这本书 才知道说 原来真的有这支的部队 而且呢 这支的部队 它确实是 美国的 美国的飞行员的 就顶尖的叫犯的训练 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源 源头了 好 那这个 这个Top Gun 看起来要加入到 这个Top Gun里面的 以他的训练的 这个要求 来讲 你要去受这个训练 加入这个训练 大概都要有点叛逆心 就跟电影里面讲的一样 是没错 但是作者他认为说 他们挑进来的人 他第一个 他一定要冷静 就好像Tom Cruise 另外一个队友 就是Ice Man 这样子 是一个冷静的人 但是他说 你既要不逊的人 他进来 他说 我反而不要这种人 因为你会把事情给搞砸 太太表演了 对 尤其是他们 是Ice 羽毛的 希望找进来的人 是稳重的 将来就是 因为他们毕业以后 他们的左边的 这个背章 就会带上Top Gun的 这个背章在上面 就我们书封面 那个背章 就是你到部队 你大家就看到 这个家好不得了 去过Top Gun回来的 所以他们在挑人的时候 性格上面 他一定要挑 这种稳重的 而且这个人 将来在部队里面 是有光明前景的 希望挑这样子的人 就是不是说 胡搞乱搞的 所以作者他后面 他一开始 他提到电影的时候 他是很生气 说我们怎么可能 会找这种人 像Tom Cruise 这样子乱搞的人进来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 我们也可以理解 但是电影 他有个刚刚大哥提到 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他当时他们拍摄的时候 不管他们是在 就在米拉玛拍摄 他们是得到军方的许可的 甚至是那些战斗的场面 全部都是他们军方的飞行员 甚至是那个 对对对 他基本上都还是 军教聘的一部分 对对 甚至是那个关于 他跟女教官的 这个爱情故事 这个还甚至是军方提议的 他说不要看得这么呆板 找一点东西进来 这样子 我就觉得还不错啦 满足男人的熊性想象 基本上面 对啦 就是说 我相信飞行是许多男人的梦想 没错 男人如果说可以去从军的话 我相信许多男人如果有机会 他都想要去当飞官 对 当飞官 因为那个是一种的雄性的梦想 对对 那有点爱情元素 对 有点这种的男人的这种的 对于这种的雄性欲望的发泄 再加上一点点的叛逆的元素 我还想到就是说 你看电影的时候 你还是要知道他里面很多的情节 终究是电影 对 那真正的 真正Top Gun的训练 确实有这支部队 你可以说他代表的美国的飞行员的 顶尖的训练的一个训练的课程 但他训练出来的飞行员 他的战绩确实是使用的 以为去关注那部电影 你还是可以把它当作宣传 那重点是 Top Gun的这支的部队 50年了 50年 他在飞行的观念的提升上面 我想这才是最最最重要的 但是不同的航空器 他会有不同的表现 对 对不对 那从F14到F18 对 就飞行训练上面来讲 会有很大的不同吗 当然会有不一样 因为每一架飞机 他的这个性能的极致都会不一样 同样的 他们也要找一些飞机 来模拟对方的这一个敌机 就我们所谓的假想敌机 从A4到F5 T38 甚至是连F14 F16 他们都有拿来 作为这个假想敌飞机 来模拟看看 就是万一我遇到敌机的这个时候 就是说缠斗的时候 我们有哪一些方面 他研究出就是你的缺陷在哪里 是我可以有机会站进去的 对 所以他们一直不停的在做这样子的研究 只为了在空战的时候 我可以跟对方站得上风 Top Gun的第二集的对手会是哪一款飞机 这个倒是没看到 只看到美军的 这很重要 因为大家现在都很想要知道 OK 那你对于大陆的几款的新款的飞机 OK 不管是歼20的这些 你到底 我很想知道 电影当中如何 如何会去评价这些的飞机 当然电影还没上片 本来5月上片 年底会上片 5月上片的时候 这本书势必仍然是高度的话题书 最重要是你不要把它光把它当电影 你可以先把书看看之后 知道美国的军方 美国的空军 是如何去思考 就飞行的训练这件事情 尤其让它是在海军航空兵上面 对 感谢 今天到我们现场为大家导读这本书 这本书呢 Top Gun 捍卫战士成军的历史与秘密 那作者呢 Dan Peterson呢 是这个 是这支部队呢 的原始的 这个就是说呢 教官 好 那出版社呢 聊天出版社 在我们现场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 聊天出版社的主编 查理 查理感谢 谢谢大哥 好 书大家自己找 找来看 看电影上片的时候呢 我相信看一看 会很多啦 讨论话题应该很热的 来进广告回头新闻